1661台湾船园区正式揭幕 园内的防鼓船台湾成功号 全长30公尺重达138吨 是以日本松浦石料馆收藏的唐船之徒汇卷中 台湾船图为蓝本打造 可别以为它没下过水 2010年首次启航 重现大航海时代历史场景 后来因主为折断 脱回放置于安平 并辟地建造1661台湾船园区 开放民众登船参观 园区结合船体集金、舱、影围 四大艺术装置、展示 另设置船首广场、佐弦广场和启航脚等 让民众以不同角度 欣赏台湾成功号及安平港美景 每逢周末假日夜晚 园区帷幕剧场 透过投影播放台湾船出航 及穿越历史台湾船的动画影片 让游客深入了解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历史 除了参观船体之外 旁边也是LS货舱 里面还有贩售相关产品 让游客在看展之余 还能够买伴手礼 趁着周末假期 快登上台湾成功号 感受一下早期的航海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